请问沈师兄练习八段颈第四式的好处 嗯,好的 抽这个空档我跟大家讲一下八段颈第四式 五劳七伤,往后瞧 这个动作主要通过扭转腰部和颈部 可以促进气血的流通 增强内脏功能 提升身体的灵活性和协调性 按照我国中医的理论 这个动作可以调节肝脏、脾脏和肾脏的功能 肝脏是我们身体的重要器官之一 负责调节情绪,促进血液循环 通过扭转腰部可以刺激到肝脏的运动 帮助它更好地发挥作用 同时这个动作还可以刺激脾脏的运动 增强脾脏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和消化 另外,它还可以刺激肾脏的运动 促进肾脏的排毒和调节水分的平衡 此外,这个动作还可以拉伸背部和颈部的肌肉 缓解腰栓背疼和颈部僵硬的分体 它可以增强脊柱的灵活性 改善身体的姿势和身体的平衡 通过扭转腰部和颈部 还可以促进淋发液的流动 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 另外在这里,我说一下五劳七商往后桥 在字面上的含义 我们这里的五劳是指五脏所受的劳累 及心肝脾肺胜 每个脏腹都有相应的经络与之相连 通过特定的动作和意念 可以刺激和调节这些相关的经络 促进脏腹的功能平衡 这里的七商 是指七种情绪和外界环境 对人体的不良影响 包括喜怒、忧思、悲恐惊 这些情绪和外界环境的变化 会导致经络、堵塞或不畅 进来影响脏腹的正常运行 通过五劳七商往后桥的动作和意念 可以帮助我们舒展和平衡这些情绪 从而保持经络的畅通 往后桥 这个动作指的是将目光朝后看 与常规习惯的前世相反 根据中医人 人体的背部有多条重要的经络 包括督脉和韧脉等 通过朝后桥的动作 可以拉伸和刺紧这些经络 促进气血的流通 增强身体的健康 所以说五劳七商往后桥 是通过特定的动作和意念 外加呼吸来调理经络的系统 促进脏腹功能的平衡 舒缓情绪 保持经络的畅通 增强身体的健康 经常练习八段经 第四十五劳七商往后桥 可以改善身体的流韧性 协调性和平衡感 促进气血畅通 增强内脏功能 缓解背部和颈部的问题 并提高免疫力 所以不妨在合适的场合下 尝试下这个 犹豫身体健康的动作 跟着沈师兄打卡八段经 健康快乐每一天 关注太极沈师兄 健康快乐每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